亚洲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多个防疫模范生纷纷失守 去年成功控制疫情的越南 近期新增确诊病例突然飙升 当地政府表示 他们发现了印度和英国的混种变异病毒 至于之前被疫情重创的印度 近期新增确诊病例已经降低到单日20万宗以下 首都新德里也将在近期开始逐步解封 以在防疫和经济之间取得平衡 作为全球少数抗疫模范生 越南在去年控制疫情之后 近期再度沦陷 自今年4月下旬以来 越南境内60多座省市之中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城市出现感染病例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累计病例将近3600宗 卫生部长阮清龙今天表示 政府对新的患者进行基因定序后 发现一种结合印度和英国的新变异病毒 越南很快便会将这个重大发现攻诸于世 这种病毒比之前已知道的种类具有更加强的感染力 自我复制的速度非常快 这也说明了为何越南在短短的时间内 确诊病例突然飙升 不久前因为疫情陷入水深火热的印度 近期稍微缓和 截至星期五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降低到18万宗左右 而首都新德里在经过六个星期的封城后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也从最高峰的25000宗 降低到1100宗 新德里市长克里瓦尔也宣布 为了在挽救生命和经济活动之间取得平衡 将在下个星期一开始逐步解除封锁 建筑和制造业都可以陆续复工复产 至于邻国新加坡疫情依然严峻 新加坡卫生部通报 今天新增确诊病例33宗 其中有23宗为本土感染病例 在社区感染病例中有19宗和早前确诊病例有关 其中13人已经被隔离 主导新加坡防疫工作的财政部长黄巡才表示 当前的防疫措施在遏制病毒传播方面取得成效 所以没有必要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 另一方面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今天新增320宗本土确诊病例 单日新增死亡人数则达到21人 再度创下新高纪录 由于不少患者在家中甚至是隔离中心病史 政府计划推出分流规定 未来只有60岁以下 而且没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才可以居家隔离 其余的病患一律送往医院或隔离中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